我们看到辉达说是燃泽权 真的希望把台股的天花板是再往上顶 但是辉达的股价连盆两天了 但是我们看到台股的AI相关概念股 尤其是大型全资股 台积电 联发科 广达 今天股价都只有小涨而已 那么到凶小型股 现在还是盘面上百花齐放的 到底这个指数万九的关卡 能不能够站好站稳 这个地方当然现在看起来是稍微跌破了 但是客观来讲 第一个 辉达还是在创新高 其实辉达在公布之前 我们就跟大家聊过 坦白说我认为辉达不管是好或不好 台股都不会差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万九 本来就会早晚会上去 那当然今天的整个市场 我觉得很多很多听到的声音是讲什么 说差不多了高点快到了 其实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论点哪里来的 我讲实在话就是 看到有些是分音师在这样讲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 第一个 今年我觉得整个趋势 趋势还是偏多思考 那你说涨高了会怕 这很正常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标题是什么 涨也怕跌也怕 那就都给你怕就好了 对不对 你如果是这种心态 那你就不要参与股票市场 这个我讲很客观 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真的很怕的时候 市场都会怎么对付这种人 就是直接一路上去 让你连买都不敢买 然后等到你真的回心转意 想要买的时候 就真的就见高点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在市场这么多年 每次都是这样 不管是恐慌性的沙盘也好 还是说那个恐慌性的追价 你说追价怎么恐慌 很怕自己买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心情 怕自己买不到 拼命冲上去想要买 所以你说最近那个繁花 这个我过年特别追了一下 那个繁花 虽然那个是90年代的上海 但是你看 大家在交易所那里排队 或抢购 那种的样子 其实就是市场上的样子 只是现在变得是在哪里 在网路上 所以当然你说 大家在市场上追着下单 台股那当初也是这样 那时候营业员是干嘛 你还要 听说 听说我当然那个 这个不可考 这种主管局 不要 不要人 我们就当讲故事 听说那时候都还是要送礼 还包红包 你过年你不包红包 营业员不帮你下单 那就是这样 那时候就是营业员黄金时期 然后那交易时间又没那么长 所以整个那个 整个是千多四少离家境 红包又多 礼物又多 就是这种概念 但是你说 市场 散户永远都是这样 就是 你什么什么时间点 你无时无刻都在担心 那你这样怎么操作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时间点 你要怎么样去思考 你要操作 那个股票的这种心态 到底要怎么去 怎么去 怎么去安抚自己 然后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第一个 你先不要想说 因为大家在市场上 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怕犯错 就是怕亏钱 其实说真的 你亏一点点钱 有什么了不起 我讲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你怎么把股票的 这个事情 把操作股票的这件事情 你怎么去看待它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你就把它当成是买卖业 对不对 你买东西进来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干嘛 对不对 你就当作你是做衣服 买卖衣服 对不对 你买了一件库存进来 你的目标是怎样 跟它长相失守 还是等它 你就是要市场上 要把它卖掉 把它卖一个更高的价格去卖掉 对不对 我相信你是后者 你买进来的目的 就是要等待卖出的一天 等待卖出专家差的那一天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每一件你买每件衣服都要成本 你卖出去才有获利 所以这个地方 你当把股票当成做生意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你的成本 因为每个人在股票市场最大的问题 就是觉得我买股票进来 我就是等它涨价之后卖掉 然后跌的时候我就不卖 我就等老子就跟你拼了 老娘就跟你拼了 等到你涨价 反正我不差这个钱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这种思维 那你这样怎么做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先把这个心态先做一个调整 然后冷静下来 看现在的盘势到底如何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当然还是看老大 台积电我们过去是不是说 2月19号的低点 6、7、4的位置 守住 我觉得还是偏多思考 对不对 那这几天是不是持续在涨 虽然涨不算多 到目前是涨了8块钱 你如果用8块对8点的话 大概有64点是台积电涨的 但是目前现在台股的涨点是多少 120几点 所以几乎还有另外一半的涨点是其他的股票贡献的 所以你说这种状况你说会很空吗 我觉得不会啊 对不对 你说包含像什么2454联发科 今天又再度挑战千元关卡 而且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那这种 联发科总不会是小股票吧 联发科在创高 你跟我讲市场是空头 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要想清楚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延伸 你说包含像什么 月光风测 月光龙头 风测龙头 今天其实我看起来 看起来今天的状况 收盘可能又要再创历史新高 然后其他的包含什么6239的历程 这是记忆体的风测的部分 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可以注意 那包含昨天还蛮强劲的2449的金元电 今天虽然是目前是上影线 但是也是在创一个股价的新高 所以从我们讲龙头 带头大哥 2330台积电 到联发科 表现都很好 然后包含在风测族群 我觉得表现也都不错 所以整个延伸下来 我觉得就是要偏多思考 就是要偏多思考 那你接下来问题就是说 你要怎么操作 那当然大家就问说 那个挥达 你说挥达会影响老AI 那挥达好了 老AI也没有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从老AI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我们看广达的部分 它在一月多的这一段 其实形成一个横盘的格局 横盘的格局 那这个横盘的格局 能不能上去 我觉得我主观来看 我认为有可能 我认为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买在这里的散户 你上去了 如果你说你2月15号那一天 你没有出的话 这里跌下来你又套牢 你又开始害怕了 对不对 你害怕完 如果这一波又让你解套 你会干嘛 想说上次没有卖 我这次赶快卖一卖 对不对 所以我主观上来看 我认为这一次如果上去的话 可能会再创前告 那这就是卡在这里的这一群人 的消化的卖压 消化掉 可能就喷出去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要注意一下 不要想说 之前没卖 然后这一波再给我解套一次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毫不犹豫的卖掉它 跟周星驰一样 像这种状况的话 很容易又在修飾下一波的行情 其实就是这种格局 那再来 你说在这个过程中间 还有谁在抢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其他的证据 包含像IP族群 今天的M31 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回温的迹象 又有点回温的迹象 今天等于是大涨了5.76% 所以这一波创高以来回到月线 那这几天又默默的又站回到 五日线十日线之上 所以这里有没有机会再挑战前高 我觉得看起来也有这个机会 那这样在市场上又有另外的问题 就是那电子族群很多人不敢碰的时候 你看像今天什么 1513的中心电 又再创一个波段新高 像1519的华晨 也是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过程 你说电子股之前好像在休息 那休息完你就发觉 好像重电开始动 那你说他们创高有意外吗 其实过去几天 我待会儿只不过也有稍微追踪一下 我就说你看这个格局就是还是偏强 我就是偏强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技术面就是这样 技术面就是维持强势的格局 所以你说今天就忽然拉出去 好像也没什么意外 我们在讲的过程中间 好像华晨又要拉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资金都在市场 资金都在市场 所以问题是你要怎么选股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间 我个人其实我还是比较偏向我想要做电子股 但是你说电子股其实也有很多族群 好像今天你说光通讯的族群 对不对 西光子这些的题材 像那个4908 前顶 前顶A间也涨停 还有包含什么 上权 上权也涨停 他们等于是高档整理一下 又继续 又继续在继续在攻 所以像这些的族群我觉得 当然你说已经涨停了你也来不及了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会注意到像什么 像那个IPC IPC的族群 因为现在市场的资金很多 也可能也有资金是不敢追高的 那就想说 我是不是回头去买一些 可能相对比较低基期的 所以你看大家就会注意到什么 像今天 像814的振华店 后来就拉 就跳空开高 那创了近期的波段新高 那这个波段新高 可能也蛮久了 好几个 好几个月 不止 好像半年以上的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你看像包含什么 像3479的安晴 安晴昨天拉了涨停 然后 要挑战 这个波段的高点 那今天又顺势又在 那个 也不能说顺势开高了 今天稍微开一个小高之后 那其实又回撤 在平盘之下 但是整理完 忽然又站上平盘又再继续拉 那目前也涨了4%多 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一些 那个其他的族群 默默的 也有 也有资金在关注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伺服器的部分 那个 带头大哥 老大威颖 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说从这个伺服器 刚从重电 光通训 甚至延伸到 所谓的软体的族群 我觉得看起来 资金有一点百花其放的意味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操作上面 大概有很多的标的 都可以注意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心态上面 先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那个 平常相信面对整个盘事 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先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说到这个重电概念股 真的是看回不回 我刚刚提到了 华晨跟中兴电 另外想请教展哥 像是9958的世纪钢 其实也是再度 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还有市电 音乐营收真的很漂亮 股价最近也是一路在喷 那另外大同呢 他跟着王文阳 买股的利多 是不是也有机会 走波段的行情 现在业内主力 也有在点火市电跟大同吗 市电 那个 那叫什么 市零电机 市电的部分 当然就维持强势 因为他这一波 就是沿着五日线 都没有破嘛 然后也 也创了去年的新高 还原全值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 看起来行情确实是 有一定的 强势的程度 必须这么讲 但是你说 这个时间点你敢追吗 因为他从12级 一路涨到179.5了 那这个过程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个 有时候就是怎么样 你先闭着眼睛先买 为什么闭着眼睛先买 因为闭着眼睛买比较不怕 你就不要担心 先买 但是OK 这种时候 因为你错过了第一个买点 你错过了第一个买点 那当然后续的话 你要追就会有点痛苦 所以第一个 你就做好资金的控管 那这种状况 我们举个例子 像3362的这个先进光好了 先进光其实 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是蛮恶玩的 在1月30号 那天晚上 就有朋友在跟我讲说 先进光可不可以买 我还跟他讲说什么 我说站稳193就可以买 就隔天马上就稍微测一下 我来到191 我马上又站回到193 结果就一路狂喷了 那喷到186.5 186.5 但是中间的过程 你说我第一个买点 哇怎么办呢 他就是掌给你看 就是一路就上去了 所以你说短短不到一个月 193到286.5 就是这样 但是OK 事实上我在我自己的直播也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有同学是那个2月21号 又再去买 就隔天又大涨 昨天又大涨 虽然今天被关紧闭之后就开始拉回 但是你看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就是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思维 比如说什么 假设你买到起场点 当然你就是沿着无日线去操作 那你说今天要不要卖 那今天当然就不卖 但是如果你是前天买的 昨天如果没卖 今天早上开 稍微开下来跌破平盘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调节 所以其实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要保持一个弹性的角度 因为确实 标股 载到标股不容易 载到标股不容易 但是你载到标股又载到七张点 就更难了 那你说如果真的因为股票涨了 所以你不敢买的话 那其实有时候会蛮可惜的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 特别是在市场偏多头的时候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做好资金的控管 那当然你有一些其他的 更稍微短线一点的技术面的 进出场点的方法 那当然就更好 所以你只要控管好风险 如果有进去 就假设像刚刚的3362的先进光 好了我们从193你从中间 然后两百块两百二 你中间都敢闭着眼睛先买一下 先买一下 他每次回色五日线 你就想买一下试试看好了 对不对 那你就每次碰到五日线一买 一买发掘隔天就涨 一买就涨 对不对 那你就不会怕 所以这中间过程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必须跟大家讲 你说像重店的族群 刚刚讲的市店 那譬如说我们再回到那个像什么 四季钢 四季钢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当然留一个上影线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他这种状况 为什么我就会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他在创高的过程 其实是有一点量价持续背离的一个格局 那像这种状况 我觉得就会稍微比较小心 这就是搭配所谓的技术面 的一些分析 来做一些判断 那其他的部分 你说像像我们的老朋友 像那个什么 6538的仓和 今天好像也有点 默默要在底部开始足底的状况 因为最近月线开始 好像要翻阳了 所以如果你不敢做一些高位阶的 你真的觉得最高你很怕 因为怕高 去高阵也是人之常情 那你说像这种低档的可不可以 那当然OK 那另外包含像什么 像我们昨天我在右台连线介绍2360的自贸 你说现在设备族群 大家都在右上角 在右下角的不多 那你说像自贸 他这一个整理区 大概整理了四个多月 结果前几天忽然站上连线 然后也是默默的上来 所以你看像这种时候 我们是前天进场 前天进场两天 我们先获利了结一半 对不对 一张也赚过两万块 那像这种你买起来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怕 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可能眼神都还是聚焦在 你过去关心的股票 但是其实过去关心的股票 涨上去你也不敢追 那你如果把你的触角扩展出来 那当然这需要一点那个专业的背景 你如果没有专业的背景 那就是听我们分析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扩展出来 其实也有一些机会阶的个股 其实是可以去寻找的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 目前整个操作上面 你大概可以注意到的 两种比较常见的样态 我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给大家看